Keymama Keymama 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腳上下功夫讓你冬天好舒服 好舒服 直播怎麼都國語不飆著 太舒服了 表示你真的舒暢 但問題是很奇怪 一到冬天 也不曉得是自己心裡作祟 還是怎麼樣 這是不是老的現象 什麼老的現象 老人特別會冬季 不過好在家在 我們還好到了冬天 角度味道就比較不重 誰說的 是你自己聞不到而已 像現在冬天很容易 像下雨 你可能穿著雨鞋 又悶在裡頭 有時候脫起來 對啦 應該這樣說 我不承認 今天的來賓有好爽媽咪秀琴 時尚媽咪小微小冰 另外還邀請到 皮膚科醫師蕭成龍 中醫師陳志佳 冬天皮膚在裂 脫皮紅腫怎麼辦 淋乾久了之後那個 其實那個 每一個淋片那個縫裡面 就會有些眼睛看不見的傷口 有一個同學 他們有一個比較同情式的 它是嚴重到就是掉穴道 它其實長度脫下來啊 裡面都還會沾那個皮屑 它久了以後 就是像剛剛那張照片 整個都紅 然後有時候還會流血 毛巾的擦法 不要用這樣摩擦的方式 因為這會刺激皮膚 那就是用按壓的方式 把皮膚按乾 擦的方法也很重要 不過我們說到了 到了冬天 這為什麼腳要下一點功夫呢 我們腳最常出現的不是 要不然就是 就是最通常的對不對 其實我以前冬天 是不會又乾又癢的 可是我不曉得是不是這樣 是我生完小孩子之後 我開始皮膚會容易 會癢 對 我會癢 通常 你們體質怎麼老了 都可以生過小孩之後 對 但是真的會這樣嗎 我不知道 三位都生過小孩 你們真的會因為 生小孩體質改變嗎 會啊 其實會過敏 對 人會過敏 就會變過敏了 真的嗎 對 像最近天氣是很不穩定 以下有很熱 以下有很涼 我就開始會想抓 像我媽也是 我媽 一七十歲了 所以 他就很容易 真的特別是冬天的時候 腳就很癢 你就看他一直抓 一直抓 妳現在是在牆壁 來暗示他 年紀到了 哥 妳知道 我不知道啦 所以要問一下醫師吧 對啊 本人很愛泡湯 泡湯好啊 我超級愛湯 我一個月 可以跟小平兩個 一個月大概泡兩到三次 那泡完湯 會更癢 很可能 泡湯會 尤其是泡陽明山的 比較利的湯 我去泡美人湯就好多 這樣想為什麼 還有分的就對了 乾燥嗎 我不知道 小薇其實這個是怎麼回事 其實我們先從體質開始講 像小薇說 生完小孩之後體質會改變 第一這是有可能的 第二其實我們在門診 最常見的原因 可能還是因為 因為我們年輕 你看看 超高解答了 對 因為我們年輕的時候 腳的皮脂腺分泌會比較旺盛 所以其實腳有一些 油脂滋潤的情況下 其實比較不會乾燥 那等到年紀慢慢的變大 皮脂腺慢慢降 慢慢分泌量降低 尤其是冬天的時候 溫度降低 相對濕度又比較低的時候 乾燥的情況又比較 更嚴重一點 所以是這樣子 所以是會有體質改變這回事 就對了嗎 大部分還是因為年紀 年紀的關係 我是一生完之後就會 我生完才二十幾歲 有啦 妳是特立啦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保養的 用的也是有差 我覺得我之前 像我小腿會乾的時候 我就擦凡士林 後來也沒有什麼效果 結果我就發現 很適合發現 其實我覺得是要保持 因為凡士林它只是鎖住 讓你這個外面就不要再 就是乾掉 不要繼續乾掉 可是它沒有補充水分 所以妳從此都提著水桶 沒事就泡掉 不是 後來我就換了一個乳液以後 就 真的 像保溼型的 像我媽媽也是 妳看什麼 妳們的媽媽不不口味嗎 我媽媽就是腳很容易乾 小腿很容易乾臉 然後之後我換了乳液以後 我也給它擦 但是你知道年紀大一點 擦完保溼之後 還要擦凡士林 把水鎖住 再來 對 我自己想的 那妳為什麼沒有介紹給小薇呢 因為她年紀 還很輕 皮膚乾癢 不管是腳還是全身性 就是跟年紀 也是有關係 好 兩位那麼 什麼東西是 我包頭都對著 我覺得女人好像到了 三 四十歲以上 就 對不對 不是這樣講 因為我們本來是想救 就老啊 能講到成癮師還是 很不舒服 冬天不會舒服了 沒有 那年紀 為什麼年紀大的人會這樣 因為中藝有一個理論叫 雪虛 雪虛會生風 生風就會化燥 就乾燥了嘛 對 所以不管年紀大 只是原因之一而已 像產後 生產是大出血嘛 氣血拒虛 氣血虛了以後 容易生風 乾風引動以後 容易化燥 所以皮膚乾燥 那它那個如果說虛而導致乾燥 它會從腳這個地方容易凸顯嗎 其實你要看血液循環的分布 像冬天冷的時候 那表皮的血液循環 就相對比較不足 那那個地方就相對的 就叫做雪虛 因為它末梢神經 對 比較末梢的地方 對不對 越遠的地方 越容易癢 感覺上 OK 好 那如果說像這個乾癢 我們沒有好好去處理它 下腸會很慘嗎 小醫師 來 今天有帶一張 其實最早 掃蝦夢了 嚇死的歌 是魚皮嗎 對啊 那還沒刮過魚鱗片的那個 對啊 這是一開始而已 這是一開始而已 就會癢 剛開始乾燥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那你乾久了之後那個 其實那個 每一個鱗片那個凳裡面 就會有一點眼睛看不見的傷口 那當這個眼睛看不見的傷口 比如說像小兵小威 你們去泡溫泉的時候 那溫泉裡面有硫磺刺激到的時候 或者是你睡覺的時候 加上你本身又一定是這個狀態 對 高溫的時候 來 我們看下一張 好 藍袖 可是就會有這種 這不會 太夾了 好厚喔 你已經開始發炎了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這樣 這一張 這一隻腳是男生還女生 這個 是女生吧 這個是女生的 這個是女生的 感覺是女生的 谷哥 這天啊 然後你如果再加上 你手又是癢嘛 你死得臭不了 一直去抓 你看它上面有一個結痂的地方 對啊 是傷口 結痂破皮的時候 那有細菌跑進去 你就會變成 那即使夾皮掉下來 你以後腳就不可能再漂亮 就是會有這樣紅豆冰 這樣疤痕這樣 反正消不掉 那個要經過好幾個月 甚至一、兩年的時間 才會消掉 可是我發現男生是不是 皮比較粗還什麼樣的 男生講腳癢的情況比較少 男生皮脂小不小的多 腳癢跟我們離 跟我們皮厚有關係 對啊 我說身體上的皮 男生全身的皮脂線都比較旺盛 所以那個保濕效果會比較好 對啊 聽說養的都是女生 我以前在高中的時候 我們住校 然後有一個同學 他們我們比如說同情室的 他是嚴重到就是掉穴道 他其實長褲脫下來 裡面都還會沾那個皮屑 對 那他很可怕 那他不就每次脫鞋鞋子 還要倒出來倒倒 然後你知道如果說 其實他又穿著褲 又加褲或衛生褲在裡面的時候 更豐富 對 他久了以後 就是像剛剛那張照片 整個都紅 真的 然後有時候還會流血 很可怕 如果說像這個 嚴重到這個程度的話 我們插對的乳液 這個是OK的嗎 這個方向 對 剛剛有講到凡士林 凡士林真的只有油而已 它會把你的水分 留在身體裡面 但是不會幫你補充 不會幫你滋潤 所以我們 因為腳脂層 都是要輕油性的那些乳液 才有辦法深入皮膚裡 所以要找一些比較滋潤性 能夠帶水進去的乳液 擦的方法也很重要 是喔 怎麼擦 不是就這樣擦嗎 沒有 其實像我們很多人 就是洗完澡的時候 他覺得身體濕濕 不好 那個 想說擦乳液不要馬上擦 就等身體吹乾了 然後就是毛巾擦乾 身體吹乾 然後再把乳液擦上去 才比較不會浪費 免得乳液就是流掉了 對 其實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毛巾的擦法 不要用這樣摩擦的方式 因為這會 自己皮膚 那就是用按壓的方式 把皮膚按乾 然後比如說你在 就待在浴室的時候 你就直接把凡士林擦上去 就那個水分能保留在 海水分就保護住 要馬上擦 如果你出來都已經乾掉 那你只是把封住 把那個皮膚封住 連外面的水分也進不去 那反而變得更乾 那擦乳液再擦凡士林 會有雙層的保護的效果嗎 還是其實不太需要凡士林 凡士林已經是很好的保濕的效果 那只是怕說 有些人的話會 凡士林會 對 因為它真的很油膩 對 那 所以一般凡士林說 只能適用於 比如說像老人家那種 皮膚真的是乾到很嚴重的程度 那一般像 小薇這種年輕的女孩子 其實只要有方法 因為我不好意思說 我不好意思 你要講清楚 像小薇這種 年輕 對 你摔的 對 對 就用裸液其實就可以了這樣子 對 這樣解 解決的方法還有什麼 解決有沒有什麼穴道 有啊 只養穴道適用於剛剛講過的 如果都是蕁麻疹 然後說蚊蟲叮咬 你按穴道絕對沒有用 對 我先講第一個 學海穴 就是 學很多的地方嘛 左手還按 對 這邊 牠蠻子按到的地方 這邊 好 腳汗多到好嚇人 悶酒脫皮好可怕 我曾經有個病人 長得很漂亮喔 結果他的腳 後宮全部都脫皮 看他的體質來看 大概皮質 皮味的部分比較 比較濕一點 對 我們的腳 腳的汗線是身體的2到4倍 一天可以產生的 腳汗的地方 大概500CC喔 好 好 好